今天的話是第九次上課 所以第八次上課我們大概把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那裡面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樂透彩的重點機率計算 那裡面的話當然我們上個禮拜是利用樂透彩那個範例 計算到底1到42號 因為樂透彩只有42個號碼 哪一個號碼的機率是最高 那當然我們只有抓兩年的資料 所以其實當然機率算出來 其實大家有參考的價值 其實似乎沒有太高 因為只有兩年 那當然今天的話我是希望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讓這個資料更完整 比如說歷年來的全部 OK 所以今天的話當然我們可以延伸把那個資料 改成叫大樂透歷史資料 當然問題大樂透歷史資料 哇那就不是 只是簡單的就是大概一百多列吧 可以一年大概一百多列 那如果假設它應該是從大樂透是從2004年一直到現在 所以total這個列數 恐怕就不少了 而且號碼每一期都是七個 那我要把這七個號碼再加每一期資料 全部都下載下來 那當然最好是可以放在哪裡 放在ECL裡面 OK 可是以後網頁資料 因為我後來有Google搜尋了一下 大樂透歷史資料 真的有網站它有提供 所以你們待會可以看一下這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數學函數 第四個單元 裡面有個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的這個 這個文件 你們找一下 那你可以 那或者你可以Google查一下 就是大樂透歷史的話 那當然它會得到一個結果啦 就是那個什麼樂透雲吧 你們其實可以用Google搜尋一下 大樂透歷史 Ctrl C H你搜尋 後來我們可以找到好像 那個第一個結果是那個什麼樂透雲吧 OK這個 那這個樂透雲的話 裡面呢你會發現 它就會提供給我們滿完整的 因為最近一期的話就是禮拜二啦 五月...今天好像是五月十九 然後它禮拜二開獎 號碼在這邊 有沒有 二零...二零二三 五月十六 那也是禮拜五 所以晚一點應該會開號 有沒有 那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不過你會發現 它沒有把所有資料都放在一個page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一個page 一頁全部都放的話 哇那不得了 你光要載資料都要載很久 所以理論上一般網頁 它會把那個資料分頁 那分頁的話 底下就會有第一頁到第七十頁 可是問題來了 它現在是等於第一頁 所以你點一的時候 它會秀出的是第一頁 那如果你要第二頁的話 當然你可以再點選第二頁 第二頁第三頁一直到七十頁啦 OK第二頁點下去 那當然你會發現 那如果第一個 假設我 如果我要做統計分析的時候 我需要先把這個資料 全部都放到Excel 可是問題現在是網頁嘛 網頁不等於Excel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 直接下載到Excel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可能要想想看什麼方法 當然最笨的方法 當然就C、C、C、V 你把它選起來 然後複製貼、複製貼 但問題你要貼七十次 哇這很花時間 OK當然了 如果你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 那只能這樣 可是如果你比較懂的一些其他的方法 你大概就知道Excel 其實它也提供一些其他的方法給我們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在Excel裡面呢 它有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先開一個空白的那個 這個活躍簿好了 空白活躍簿 那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在Excel裡面 他剛才已經幫你想到說 如果你假設你的資料 它不是在這個Excel裡面的話 可能是外附資料 外附資料怎麼匯入 你可以從Excel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有沒有找到這邊有個叫從Web 其實從Web的話呢 指的就是從這個網頁或者網站 去取得你要的資料 那從Web的話呢 當然就是你必須要給它一個網址 那個網址的話 你必須貼上給它 它會幫你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從Web它那個版本不同 從2010以後的版本 它做了蠻大的變革 也就是你抓資料的時候 得到的結果會有不一樣 背後用的物件也不一樣 那比如說如果你要取得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網址貼到這邊 按確定 然後它會幫你把那一頁資料選到 然後把它下載到Excel 可是問題你這樣子 還是需要做70次啊 好像也沒比較快 所以理論上我們會怎麼做呢 要不就是怎麼樣 把第一個page先找到規則 所以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在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裡面 如果當我點選第一頁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的參數會跟著改變 這個可能要觀察一下上方 這個可能要觀察一下上方 上方這個叫網址列 這個網址列的話呢 英文名稱叫url 也就是網址 那你會發現上面好像有一些變化 蠻規律的 什麼地方 你會發現indage page有沒有 後面等於1 等於1的時候呢 就是當你點第一頁的時候 所以如果假設 我現在如果點選那個indage 第二頁的話呢 那是不是indage page會等於2呢 我點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上面indage page等於2 那如果點第三頁 那豈不是他變3 所以啦 當然你如果不點 你輸入可不可以 輸入3enter 你會發現他得到這第三頁 那如果你要最後一頁的話 你就輸入70就可以了 70 okenter 你會發現70應該是最下面一頁 那就是2004 2004等於是最舊的資料 顯然我們已經抓到它一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 實際上跟各位講 這個規則的話呢 就是透過什麼呢 透過網址去傳遞參數給server 給主機 也就是說透過網址跟server溝通 你要跟他講 那就是有點像 我要跟你跟主機要資料 那我要怎麼跟主機要資料 必須要跟他講說你要什麼資料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有固定規則 這個有個問號有沒有 所以你們將來可以看一下 很多網頁有沒有 網址上面都會有個問號 那問號後面的話 通常都會帶所謂的參數名稱 有沒有 你會把indage page等於等於1 等於2等於3 然後面的話有個and 有沒有and and的話意思說 我有第二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什麼 older by等於new 那等於new如果我把它改成old的話呢 你其實可以試試看 有沒有 其實我用猜的啦 應該有new就old 如果呢 你假設new的話呢 猜應該可以猜出來 它是由新的排到舊的 older by older by就排序的意思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old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這個old的話 你會發現70頁 它變成是最近的資料 那如果older by等於old的話 如果你假設把它改成1的話 那應該就是會從什麼 2004年的1月5號開始抓 所以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網址列呢 提供給兩個參數 跟那個主機做溝通 所以特別注意 蠻多那個網頁的網址 其實都是透過這種方式 是跟主機做talk 有沒有 我要什麼資料 我跟你講一下 我要第一頁 1頁1頁1嘛 然後呢 你請你幫我按照排序的方法 舊的先排 那你就給它 它就知道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怎麼樣跟主機溝通這件事 它會透過網址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這個方法叫get 如果上面網址列你看不到那個參數 可是它卻可以talk的話 那個方式要 另外一種方式要post 不過這個比較難 你們大概有概念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做到一件 因為我希望能夠把70頁 全部都抓到eSale 而不要用人工的 你說老實用感受器 感受器70頁很快 如果問題你今天抓完 明天要抓 後天要抓每天都要抓的話 太累了吧 最好是一個按鈕按下去 全部70頁通通下來 最好 可是要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 像那個資料裡面的從web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從web 當然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產生那個對應的程式碼 不過你會發現新的版本 它錄下來程式碼 非常非常的融長 而且執行效率好像沒有很好 所以後來我發現執行效率 比較好的那個版本 還是在eSale 2010那時候錄下來的聚集 所以我有保留那個時候的範本 所以待會的話 我乾脆直接告訴各位 你就直接拿那個效率 比較好的那樣的一個範本 我們來先抓 那抓的話先抓第一頁 也就如果第一頁抓了下來的話 那我們再寫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70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呢 把那個變數呢 替換inded page等於1等於2等 1到70 那不就每頁都抓下來了嗎 對 其實就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1 請各位先找到 雲端白板上面的大樂透有沒有 這個第四個單元 所以待會請各位找到 那個雲端白板的第四單元 雲端白板嘛 OK 然後第四個單元 數學函數裡面的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然後請各位找到這個資料 我剛剛是講的是那個 有沒有樂透雲嘛 就網址在這邊 或者說你也可以直接搜尋 大樂透歷史也可以 OK 然後請你往下捲動 這邊其實我錄製的過程 有把它截圖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操作看看 那這個畫面比較早的版本 我記得好像Excel的 2010的版本 錄下來的城市 基本上大概是長這樣 蠻多的 但是我基本上有查過 其實城市不需要這麼冗長 其實主要只要底下這個 第四頁這邊有一個叫 範例城市嘛 底下這一段 所以待會請各位把那個大樂透 下載的這個範本 有沒有 從那個顯號的下方 Sub一直到End Sub這一段 把它Ctrl C Ctrl C之後的話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 先刪掉一下 等一下你們自己要補這個好了 有兩個地方要補 一個是網址 一個是哪一個表格 OK 所以把這一段Ctrl C好了 Ctrl C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貼到哪裡 開一個新的Excel的工作簿 然後在Visual Basic裡面 先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範本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 這個範本以後其實你別的 別的程式也可以用 因為第一個要提供給它網址 第二個的話要告訴它說 你要抓哪一個網頁下來 不是哪一個網頁 哪一個表格 OK 所以你必須要給它兩個參數 那首先的話 貼上之後順便講一下 其實它為什麼可以把網頁資料抓下來 其實主要是透過有個物件 叫做 Query Table 再一次 Query Tables 這個 其實主要是透過它 Query Tables 那當然 Query 是查詢的意思 Tables 就是表格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幫你把網頁上面的表格資料 把它下載下來的意思 所以待會你必須要提供給它兩個訊息 第一個訊息就是它的網址 第二個訊息就是哪一個表格 OK 所以請各位貼上 那我們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這個程式裡面有看到一個UIL分號對不對 請你在分號後面把那個網址貼上 網址在哪裡 其實網址就是在那個大樂透這邊 樂透雲有沒有 這個啦 我們不是在樂透雲裡面的IndexPay等於1嗎 所以你就找到IndexPay等於1的這個 這邊有一個IndexPay等於1嘛 點下去 然後我看乾脆由新到舊好了 我們用新的好了 新到所以olderby等於new 它點下去怎麼跳到另外一頁 把它跳回來了 那記得這邊 olderby乾脆改成new 我們不要改old 因為old的話變成資料剛好顛倒 所以呢 上面這個網址 就是樂透雲的網站 然後呢 IndexPay等於1 olderby等於new好了 OK 那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呢 請你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UIL分號的後面 貼上就可以了 記得尾巴一定 尾巴這個不要刪掉 尾巴一定是一個雙引號 所以貼到裡面 這樣就OK了 記得貼上的時候 也不要多一些什麼空白啦 多一些其他不要 OK 第一步 把那個網址貼上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那個 另外一個參數webtables 後面呢 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意思說 那你要抓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表格 那表格特別是有 那你想說 到底網頁裡面第幾個表格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你會發現表格 老師這個網頁表格好像只有一個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去算哪一個呢 跟各位講 其實你現在看起來是只有一個表格 但是應該是以什麼為準呢 應該是以他後面的那個標籤為準 那你說什麼標籤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 請你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就是任何空白的地方 網頁上按右鍵 這個網頁呢 基本上背後有個原始碼 所以你可以看到檢視原始碼 有沒有 檢視原始碼的話 你可以打開來看 其實他背後 其實他原始碼是長這樣 可是你想說 老師這個東西好複雜 裡面怎麼一堆 一堆什麼小魚大魚的一些符號 對沒錯啦 因為其實網頁背後 都是由這些所謂的HTML所構成 當然你說老師這個太複雜了吧 對這個真的蠻複雜 所以我們簡單一點跟各位講 如果要找這個網頁裡面 第幾個表格的話 我們我不建議你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你可以另外一個方法叫檢查 有沒有檢查的話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我這個表格 是在這個網頁的第幾個的話 記得你可以在日期上選一下 選日期 然後按右鍵 這個功能很重要 就是檢查 把它檢查按下去 那你會發現 理論上你們的那個瀏覽器右邊 會出現有個開發人員的模式 有沒有右邊這一塊 那你說這一塊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選到網頁上面的某一個部分 他這邊會幫你把它做一個反白 所以你會發現其中我現在游標放的位置是有個標籤名稱叫TD 你說老師那標籤名稱怎麼看 跟各位講一下HTML有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開頭一定是小於 後面就是它的標籤名稱 所以如果你看到小於TD的話表示TD就是一個儲存格的開頭有沒有 所以後面就放資料了 然後你說老師這很複雜 沒關係你暫時先知道儲存格就TD 那再往上一層的話呢就一個TR TR什麼呢?其實就是列的意思啦 其實就是table row的縮寫有沒有TR 那再往上的話呢上兩層就會有個叫table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實際上主要 我們要找的就是這個table名稱 你說老師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我以前沒學過 我是建議這個一定要學 因為所有的資料以後大部分都會放在網頁上 那如果你不懂得HTML 你要抓資料就是一個大問題 那如果你不會你只能用Ctrl-C、Ctrl-V 所以我建議各位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雲端白板這個地方有兩個連結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基本的電子書吧 一個你把它點擊進去稍微看一下 那什麼叫HTML 這個有些理論你們自己看應該都看得懂 只是說要怎麼去應用 那你主要你可以看到它的標籤一定是頭跟尾 一個是open,一個是opening tag 就是開頭 那結尾的話一定多一個斜線 有沒有頭尾裡面就是放資料content 這整個的話就是eleven它整個元素 好所以你會發現在HTML有很多標籤 不過這些的話你們暫時如果不太知道也沒關係 但至少有這個觀念就可以了 那我們根據剛剛的樂透 最重要是要找這個table的標籤 它是在這個網頁裡面的 第幾個table 那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 其實有個方法 你往上找 你會發現這邊還有table 一個從哪邊開始呢 從HTML就是它開頭 一直往下找 head是它的那個標頭 然後再來是body body就是網頁本身 那裡面的話呢 等於是body裡面 第一個table在這裡 你想說老師那上面哪裡有table 你游標放著你就知道了 其實有的地方網頁雖然是用table 但是它不見得會顯示表格 那你說為什麼這樣 因為其實網頁排版 有的時候也會用表格來排版 所以第一個table其實是用來排版 放什麼東西呢 放這個樂透雲的圖 那第二個table在哪裡 往下這個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有一個叫跑馬燈的 原來跑馬燈也放在第二個表格裡面 那第三個表格是什麼 第三個表格就全部 OK 那你說老師我的表格好像在裡面 對 它這個表格很妙 它是表格裡面的表格 為什麼這樣排版 OK 然後第四個表格在哪裡 第四個表格有沒有 這個是1 2 3 所以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再往下這一個 第四個 那其實我們算完之後 我發現我們的表格應該是在第幾個 這個應該第五個的位置 為什麼知道第五個 反正你就從上往下算 你說老師那這個實在很難算 光這個字都很小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不太會算 我教過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在按右鍵檢查之後 直接 記一個快速鍵 叫Ctrl F Ctrl F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 直接在這個網頁裡面幫我找什麼標籤就好了 你會發現Ctrl F之後 在這個中間會出現有一個讓你輸入你要找標籤的一個輸入列 那你直接在這裡面輸入一個小於符號 後面打一個table就可以了 T A B L E 有沒有 如果你打完小於符號加一個table之後 其實你不用那麼辛苦 它這邊就顯示出來了 1的話 意思是你現在這個找到table第幾個位置 那後面of7的話 就是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有幾個表格的標籤 其實總共有7個有沒有 第一個喔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位置是第一個在這裡 那到底我們現在要的資料在第幾個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有個上下 你往下下一個 看一下 下一個跑馬燈不是我要的 再下一個就是全部 再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那個表 我們要的表格的上面 再下一個 第五個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時候呢 會把你的表格選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喔 這邊會有一個有沒有 總共有7個嘛 那我要的表格在第五個 所以將來那個web table 你就填上5就對了 所以你會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這邊web tables 填上是5 其實就這樣來的 OK 不過你說老師 那這個有時候我算不準啊 我有時候算到別的可不可以 其實你如果算不準沒關係 你就輸入4就好了 比如說你輸入錯誤的4喔 其實馬上就可以見真章了 為什麼 因為你執行之後 如果假設執行錯誤的話 你會發現他一樣會抓資料 但是抓下來的資料 卻會是錯誤的 那你就不要知道錯了 這個時候你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5就好了 OK 比如說剛剛抓的錯嘛 這個資料好像在我要的上面 那我再往下一個看看 執行一下 有沒有 資料就抓下來 所以這個範本還蠻好用的喔 以後如果有類似的網頁喔 假如說他的網頁裡面是 把資料放在表格裡面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把網址貼上 然後把第幾個表格告訴他 他就幫你把網頁裡面的表格資料 直接就幫你抓到Excel了 OK好 那所以啦目前看到的結果 就是我已經抓到的是第幾頁 第一個啦有沒有 2023的5月16的這個號碼 有沒有 這個這一頁第一個page抓下來 可是問題 那你說老師那我要抓第二頁怎麼抓 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 當然啦 我們現在還不寫回圈 你直接在這邊改成2不就好了 indage等於2對不對 你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第二頁的資料也下來了耶 有沒有在這邊 這個是變成是2023的2月4號的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剛剛抓的第一個page在哪裡 第一個page它好像沒蓋掉耶 它就跑到右邊去了 也就是說如果你下載第二頁的時候 它會幫你把第一頁擠到右邊去 你說老師為什麼它會擠到 應該是放到下面去才對啊 為什麼它會被擠到下 因為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程式裡面有一個參數 在底下這邊有叫destination 有沒有 冒號等於 後面的話呢就是 給它一個儲存格 就是什麼range AE嘛 那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幫我抓下來的時候 就幫我放在AE這個儲存格 開始放 那可是問題喔 如果原來有資料怎麼辦 其實它我後來發現它不是蓋掉 它是把原來知道擠到右邊去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一樣的道理 我把這邊改成3的話 那大家執行喔 理論上我猜啦 應該會變成什麼 這邊就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那如果改4的話 那起不是一直擠 那如果1到70 那不就是 70在最左邊 1的話在最右邊 對不對喔 所以你要想一個辦法 就是怎麼樣讓它可以喔 不要一直擠過去 所以喔 可能會需要兩個變數 改變這個錯誤 第一個變數呢 就是把indage page 1到70 那怎麼1到70 這個時候應該 跑個回圈就搞定了 對不對喔 第二個問題就是range A後面有個1的這個位置喔 我們應該是第一頁的時候 放在1沒錯 可是如果第二頁的話喔 應該是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1的下面 有沒有 比如說我這邊把它 先刪掉 假設我今天要抓資料 應該是第一頁喔 這邊indage page等於1嘛 先把它抓下來 放A1這個沒問題 那可是呢 如果我要抓2的時候喔 應該要讓它把 把這個rangeA1的1喔 改成什麼 向下追蹤 有沒有 從rangeA1 Ctrl向下 它停在91的位置 然後讓它加1 加1的話變92 所以喔 如果我要下載 應該是放在A的92的位置 所以把這邊改成92 這個 那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應該第二頁就會下 對沒錯 第二頁在這邊 有沒有 那如果第三頁的話呢 一樣 向下追蹤 加1就可以了 所以應該是放在183 所以一樣改 這個改成3嘛 然後這邊改成183 有沒有 183 這樣的話就第三頁下來了 有第三頁了 所以我們已經離出一個頭緒了 有沒有 只要呢 把剛剛的範本 先抓第一頁之後 然後再思考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 就是這個indage page 等於多少 那其實這邊我通常改成I嘛 那這邊的話呢 本來是E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改成K 有沒有類似之前不是有K嗎 K的初始值就E嘛 那當它下載一頁之後 把K變成向下追蹤加1就好 那這樣不就全部都抓下來了嗎 所以喔 如果會寫的話 程式只要再加一個回圈 再加一個K 就可以把70頁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資料就全部下下來了 OK 這個就爬蟲嘛 其實爬蟲就是怎樣 就是不要土法煉鋼 那因為現在所有資料喔 大部分都放在網頁上面啦 那如果像金融資料 你沒有每天都自己在那邊慢慢抓嘛 那當然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如果你會爬蟲的話 直接把它爬下來 告一sell 然後再做一些你要做的這個統計分析 甚至你有一些規則去運算說 到底這個資料裡面喔 產生一個結果之後 那甚至喔 那甚至喔 現在很多是程式交易耶 比如說喔 可能抓到資料 欸這個股市資料喔 假如說是他已經到多少指數的時候 他應該要賣了 賣不是人工來決定耶 很多其實喔 都是用程式自己 自己就把它賣掉了 那要買的話呢 也是程式自己買 不過這個會變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喔 好像現在台灣很多都寫一樣的程式 所以買跟賣都會都同時耶 所以你會發現 欸怎麼突然大家一起賣 因為大家設的條件都一樣 有沒有 然後買奇怪 怎麼一下要的暴衝一下暴跌 因為每一家的程式交易喔 設的條件都很接近 OK 所以你要 當然也不可能猜出別人的程式 到底是背後的這個公式是怎麼下的啦 所以當然 背後其實很多都是這樣做的 你不要說台灣嘛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 很多金融都不太 在用那個人工方式在作業了 OK 所以如果你沒有跟上腳步啦 以後很多事可以沒辦法做了 請各位試試看喔 先把我剛剛講的喔 第一個喔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大 第四單元的大樂透的那個 第四頁這邊有個範本 那這個範本我覺得 目前喔 我自己找到我覺得這個 這個範本應該是最簡單 然後第二個喔 它效率還蠻快的 那有些喔 如果用那個 Excel裡面其他物件 抓的效率很差 那這個是簡短 然後效率又還蠻快的 那只是說你貼上之後呢 需要改動的就是兩個地方 一個是URL分號後面 必須要把網址貼上 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Web Table必須要給它 輸入5 那至於為什麼是5 我剛剛有講到喔 有沒有 你可以用那個 這個方法 就是 游標放在日期 按右鍵檢查 這邊會出現 那這邊有一個快速鍵 可能要記一下 直接在這個右邊 Ctrl F 輸入小於符號 小於喔 Table 這樣就找到了 那這個網頁裡面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有7個Table 7個表格 然後呢 我要的是第幾個 你可以上下去找 那它會反白一下 你看一下 反白的地方是不是你要的 我後來發現第五個就是我要的 那我就把5這個數字填到Web Table裡面 這樣就抓到了 OK 如果你說老師我算不準 沒關係你就先輸入一個表格 它其實也會幫你抓啦 比如說你假設輸入1的話 第一個表格 你會發現抓下來的資料 其實應該就是會是 第一頁上面的 就是第一個表格的資料 好像是什麼 手機板這些 這當然不是我們要的 那你可以改了 這邊記得改成5就好了 好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全部70頁通通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呢 就簡單 因為我們只要是要統計 大樂透全部資料裡面 到底哪幾個號碼 是機率最高的 OK 這件事其實如果抓下來就簡單了 只是後面要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改這個程式 哦